國內在邊境已經攔截兩百三十八例 BA點四 BA點五 專家分析 臺灣剛經歷BA點兔大流行 研判疫情較緩和 但若流行的是BA點萬 且距離高峰已久的國家 面對新變異株 恐怕疫情較嚴重 打疫苗抗疫 臺灣也迎來首批幼兒疫苗 六個月到五歲莫德納 四十五萬劑 在上午八點十七分運抵淘機 預計七月二十一號投入施打 面對兒童重症 至今累積八十四例 二十一人死亡 其中染疫後引發 MIS-C 占最大宗 其次是腦炎 但五到十一歲疫苗覆蓋率 第二劑僅二乘二 專家憂心 我們通常都是至少要打兩劑 才能達到比較好的一個保護效果 不過因為Omicron這些變異株不斷的出現 所以為了依附變異株的話 未來可能還要再追加一劑 也就是說兒童跟成人一樣 要打到三劑疫苗 而成人則是放眼施打 次世代疫苗 莫德納次世代疫苗 其中試驗結果曝光 以打第四劑來說 對所有受試者 不管有無感染過 整體抗體表現都比較好 不管是原神莫德納 還是這個雙架疫苗 其實在第四劑接種之後的 這個抗體反應都會有大幅的提升 次世代疫苗的這個提升 是比原本的這個莫德納的疫苗 還要來得高的 疫情中心曾說次世代疫苗最快九月底 或十月初完成審查後 只要通過臺灣食藥署審查 就會引進施打 但供貨時程和數量都還是未知數 近期新聞 林昕 林昱哲通道